我俩在一起就非常简单 因为之前本来就有感情基础嘛 也是朋友 可能中间他没花心思追过我 因为在一起比较简单嘛 然后就对我特别不上心 这点我非常不满 我也跟他说过 他说他不会想不到 但是时间以后时间这么长 他要一直想不到一直不会的话 那我觉得以后我们还会因为类似的问题潮 那我如果想如果这样的话 那还不如趁早分了 我觉得情侣间 那个惊喜啊什么的 平时也行 不一定非得放在七夕啊情人节 太刻意了不好 然后他就老拿这个说事 跟我吵架分手什么的 我说情侣间怎么能把这个分手 天天挂在嘴边吧 我就觉得 他可能也不如想象中那么喜欢我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南27岁 来自河南 是一名销售 来有请小南 女嘉宾小陈二十四岁 同样来自河南 金融从业者 来有请小陈 有请 欢迎老妹啊 谈恋爱多久了 有半年了 才半年啊 对 今天谁要来啊 是我要求过来啊 你要求过来干嘛啊 这段时间我们老是出现各种问题 也老是吵架 矛盾也不断 然后呢 我和他也谈过 但是他这人脾气比较倦听不进去 想来节目 然后看一下情感专家给的建议 说说吧 怎么了 就好比我们在一起之后过的第一次非常重要的节日 是我们的恋爱百天日 那天也正好是七夕中国传统节日 关键是他什么也没有准备 我就觉得他特别对我不上心 我不是说没有准备 因为什么 因为就是七夕嘛 我们刚好一百天 真的是一百天 对 然后呢 他特别在意这个 然后是我也挺在意这个日子 一百天了嘛 我说纪念 然后是那天 就是都知道七夕节就要回家陪女朋友干啥的 我们领导当天就说了 今天工作完再走 要不然谁也不能走 你工作 那当然应该下班再走嘛 对 但是他着急你知道 他性子特别急 不是 因为平常他下午 他工作的时候下午时间比较自由 那天他没告诉我讲 说他领导要求他加班 我也不知道这个情况 我说买树花吧 我们楼下刚好有个花店 我说就买了一树花 买了树花写了个贺卡 我说赶紧送过去 先有个花 然后是到晚上的时候 我们在一块吃个饭干啥 惊喜都在晚上嘛 送花的打的电话打不通 一直就打不通 早上九点一直打到中午一点多 老手机不是没电了吗 而且再说 哪有男朋友送女朋友花 快递过来的呀 而且还没个贺卡 我真走不开 就是因为怕他性子着急 抱怨干啥 我说先送个花过去 温温馨 结果人家送不到 他就一直抱怨这事 到晚上吃饭那会儿 又是人家女朋友 男朋友怎么怎么递 女朋友收到什么什么 我说咱白天不是有事了吗 送了个花 晚上咱一块吃饭 结果那个饭也没吃好 不欢而散 闹了半天 一直说一直说就这事 不是这样主持人 他不是一次两次这样的 三分四次五次还是这样 就像我过生日那会儿 还有生日 哎呦 那什么都没准备也是 又是说有事 公司上的事 然后到最后也是这样 我这人就是比较粗心大意 你要说今天周急我知道 你要说今天几月几号 我真记不得 那天就是家里有个事 不是 你女朋友生日是周急 我这真没记住啊 我知道几月几号 然后是就是家里边有个急事 就说回来一趟吧 老家有急事 我说行 回去了第二天 我翻手机突然一翻 我说刚好今天过生日 然后我就赶紧往那边赶 我赶过来那会儿 已经晚上八点多了 他给订了饭 他给订了饭 然后我们在一块儿吃 吃的时候他也没说啥 吃完饭他说礼物呢 我一想我说 这到晚上回来 啥还没准备 挺不好意思的 我就说 我说咱明天吧 我说明天我给你备上 我一说他就不行了 他就毛了 他越来越火 哪有过生日送礼物 还得改天啊 肯定是当天送你才有意义 过了不就行了 干嘛非要送礼物呢 那我真是回来晚了吗 那有事 那你提前几天咋不准备呢 我之前我 那咱俩过来 咱俩这是咱俩好意来 第一次我过生日 你生日那时候 我咋跟你过的 当时我们 他生的时候 我们俩还没确认 男女朋友关系 当时几个朋友一块儿过的 因为玩得比较好 处得比较好 我就给他 自己制作一个DIY蛋糕 给他过生日 当时他也比较感动 强烈的对比下 我就觉得 我们那会儿 就是说在一起 确实是因为这个生日蛋糕 因为那会儿 我们不是 不是特别要好 但是他特别的细心 我就看上他细心了 那个DIY 确实我感觉特别的细心 最主要的一件 是就是特别特别让我生气 说最主要的 就是我妈住院那会儿 就今年九月份 然后当天 我跟他发微信说 当下午我去了医院 然后下午都在忙 那个住院手续 晚上的时候 我才得空 我跟他发微信说 我说我这会儿 差不多快忙完了 你那边 你那边怎么样 你为啥一直都不给我打个电话 因为中午的时候 他知道我妈住院这个事 他也知道我几点回了家 但是他一直没有给我打电话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他才跟我说 昨天晚上什么同事聚会 公司有事 然后又是喝醉了 又是睡着了 在我最无助最崩溃的时候 他都没在我身边 当时那种情况 我心情特别糟糕 想了一夜没睡 想了很多 就觉得这段感情 那天家里打电话 那会儿咱俩是在一块的 然后家里打电话 说是阿姨那天受了点外伤 我怕他着急 就是因为我们认识时间还短嘛 就没到见双方家长那份上 我就说 我说你先回去 我问他心情 我也没要求说你到医院 我说你最起码 连个关系的电话你都不打 而且每次遇到事 你都是同事聚会 喝醉了 睡着了 每次都是这样 我能不生气吗 这事哥谁心里心里都不舒服 没有每次 我说你先回去 然后到就刚刚送走他 然后同事就打电话 说晚上就是老总 就是聚会嘛 说是要聚会 我说行 我就怕耽误事 微信里边我跟他留言 我说你有事 直接打电话 不要微信 我怕看不到 我说你给我打电话就行 然后就是聚会了 那天晚上喝酒 确实没喝多 当时我比较困 我睡得比较早 到11点50多 他给我发了微信 他说我医院那个事 安排完了 你给我打个电话吧 当时我确实没看到 我第二天早上看到了 我就给他打回电话 打了几个 就不接 然后微信给我 就直接发过来 说咱们分手吧 当时给我气的呀 这真的 这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半年 这都不是第二次了都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提分手啊 第一次 第一次更奇葩 第一次他下班了 我们家离公司也不远 然后是他说你接我吧 我说行 刚好那会儿就来个电话 然后同事说有一个业务 就是你要不要做 我说行 然后我就赶紧 给他打了个电话 我说那个 我谈了一个业务 你稍微等一下 可能慢一点 我过去接你 他说行 结果人家一打 打的时间有点长 估计半个小时那会儿吧 然后我 他着急了 他又打过来了 打过来 我说行 我过去接你 我过去接他 当时就过甩脸色 不搭理我 然后回屋之后 直接跟我说 咱分手吧 当时我就懵了 我说干啥 不是主持人 情况不单单 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时我让他去接我的 那时候我登上高师姐 走了一天 我真的很累 虽然公司离他家比较近 但是我还是想 让他来接我 然后说让我等吧 我说好 那就等 然后这一等 就是办了多少 将近一个小时那样 然后我当时就发唬 我这人特别不喜欢 不守时的人 然后他这一个电话 打了可长时间 而且最后 还是我打过去问他 你来了没有 每次都是这样 他每次就遇到事 老给自己狡辩 老是不主动说 不是这个 我主要觉得 你没事 你老爸那个分手 挂在嘴边干啥 虽然说我们 就是到现在 你看他半年 说了两回 我特别生气这事 你们俩就这么闹 你们那些朋友 怎么看你们 他不让我跟周围朋友说 一个都不让说 啥意思 就你们俩的恋情 是秘密的 我没有不让你说 只不过 因为之前我们是同事 在一个公司 一个办公室里边 然后我这人 不喜欢办公室搞恋情 但是我们没确定 男性朋友关系 以前我们就是朋友 在公司也有共同的朋友 当时就一块出去玩干嘛 老是有人窜坐 我们在一块 那时候没感觉有啥 不让公司说 我们一块出去玩 他做得更过分 一块出去玩 我说作为一个男朋友 就是我去点个菜干啥 这就是男生干的事嘛 我去点个菜 我点啥他都不吃 点啥他都不吃 他口味比较重 我口味比较清淡 大早上 我只想喝杯清淡的时候 他点了一堆油腻的菜 大肉啊什么的 我就不想吃 他就觉得我甩脸色给他了 那还在一家公司吗 没有 现在不了 是因为男女朋友 所以走了是吧 一部分吧 然后就是白天 我们一块去玩那个水嘛 就划船 还有漂流 我给他递毛巾 那算是里边 早上嘛 它其实还是挺冷的 我递个毛巾 你擦一擦吧 我举了半天 他都不理我 当时我觉得特别尴尬 那会儿都大中午了 而且那时候在玩漂流 就是在那个船上 很急 都 大家都是互相泼水这样的 那我不是怕你 就是冷了吗 那你老是想太多 那次有一次吵架的时候 他都给我撂下一句话说 没遇到你这样 我都没想过要搞对象 或者怎么样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哪有每次都说 没有每次都说 他说了什么 你就着急了 你再把那话说 因为我没听到 我没听明白 就是没给我搞对象之前 他们没想过要出对象 这不是挺好的吗 这不是从一个侧面说 你让他 对 他在生气的时候 说这句话 那我就理解 你的理解是 你是不是就没诚信 要给我搞对象 我不是这样的 因为啥 因为就是我接触的社会 还比较短嘛 刚退伍 回来之后 回来之后我就想 自己一个人挺好的 因为我自己 我也不拉他干啥的 我自己打好卫生 自己做饭 我就觉得挺好的 我就没想着 就是说要找一个对象 之前他也知道 有人给我表白干啥 我都拒绝 我说自己 想过个一两年吧 然后就到他了 我就觉得不行了 这姑娘确实挺好的 信心温柔 我就想跟他在一块 我当时是这么意思 我说要不是你 要换个人 我就不要他 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曾经 还是个抢手货是吧 他老是这样 一遇到问题 老是说自己怎么样 其实问题非常简单 都闹得这么不愉快了 为什么不分手呢 他有时候 他就脾气特别着急 他就一遇事冲动 你知道吧 他特别冲动 什么狠话 他就往外撂 但是其他的 他人确实好 特别好 特别细心 你呢 因为平常 他对我各方面 都挺照顾的 对你照顾的还比较好 就这人讨厌是吧 就那个倔脾气 老是不主动 然后让我觉得 这几件事 七夕节 还有这个恋爱百天 认我生日 包括最主要的 就是我妈住院这个事 知道了 他老是不主动 我不是不主动 我都准备了 但是刚好他都有事 那你回回都有事吗 少说两句 让我说一句 好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来 来吧 于东 在感情面前 一对刚刚交往 半年的新人 这个时候应该还是热恋期 这个时候两个人 在彼此的行为模式上 互动方式上 应该还都是 抢着 主动 去表现 因为是热恋期 我平时的话 我觉得我做什么 也挺主动 做饭 你不太主动 就是他 我们俩说的主动 可能不是一个概念 那个主动是什么呢 比如说 他生病了 他需要援助了 他需要帮忙了 不要等他开口 他心目中期待的 那个你做的行为 就已经出现在他眼前了 那个叫主动 也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是要等他 给你任何信息 来指导你应该怎么做 而是你要提前判断 我的女朋友 他未来有可能 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那我有没有准备 或者是我现在 做的这个小动作 会不会让他觉得 很幸福感 很快乐 很感动 主动 主动去想你们 明天的事情 后天的事情 下个礼拜 下个月的事情 这个是我觉得 可能热恋期的情侣 一个非常普通 不能再普通的 一个行为习惯了 行为方式了 男孩要主动对女孩 女孩要主动对男孩 因为你们才交往半年嘛 对不对 新鲜感还远远没有过去嘛 对不对 对 所以就是你知道 刚开始交往的情侣 其实就像懵懂的孩子一样 我们可能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什么东西都试着去学习 不主动联系 可能是因为当下有这样那样的原因 不代表什么 但是主动的那一方 他一定说明问题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要让你知道 我爱你 所以在热恋期的男人和女人 主动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你怎么可以容忍对方 对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投诉 我妈妈病了 结果我想找一个依靠 一个心理的寄托 哪怕是一个电话 一通电话的安慰都没有 你怎么可能让你心爱的女人 在热恋期的时候 对你提出这样的控诉呢 对方的妈妈 那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了 正是你需要表现的时候 机会来了 你明白吗 明白 不要太死板 你要试着去积极一点 主动一点 如果前提你认可这个女孩的话 你愿意跟她有更好的明天和未来的话 你要积极一点 要主动一点 好不好 加油啊 我看好你们俩 好 谢谢张老师 来 珊娜老师 不太会谈恋爱 有点抓不住女生的心思 是 而且也觉得谈恋爱有点麻烦 你刚才有一句话就透露出了这个 你隐藏在内心的一个小声音 就是你说你一直觉得一个人挺好的 你也会做饭 也会收拾家 你一个人就可以来得了 再找一个女朋友 后面的话就没说 我听你说 就是觉得谈恋爱有点麻烦 我听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道而无数 道就是爱你的那颗真心 数就是恋爱的技巧 如果一个人有道而无数 说明他心里想 但是目前不会 不是说他心里根本不想 所以才不愿意去做 这不正是好事吗 说明他还很单纯 那如果说你喜欢的一个男人 是有数而无道 像现在有些男人一样 谈恋爱一套一套的 你喜欢 说什么都 了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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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